民眾從制高點看到新山水庫見底 立即拿起手機拍照 因為這樣的場景真的是百年難得一見 怎麼水庫都乾乾的 都見底啊 是會切水的 會有一點那種心理就是說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不過民眾可能誤會了 新山水庫接近乾枯的原因 是因為處理滲漏的底部管線 上月才把水放光光 剛開始重新蓄水 預計5月將達到高水位 我們水庫因為有深漏啊 在雲月份我們就是卸降 那我們在2月15號的時候啊 已經修理完成 然後我們現在在辦續生的作業 預計在5月底之前 我們可以把水庫啊 續生到高水位 那目前因為是東北季風 那我們基隆河的原水的水量 是非常充沛 那這一段期間 我們都是取用基隆河的 川流水來供應市民 所以市民可能不用擔心說我們水庫啊 的蓄水量比較低 因為這一段時間本來就不是用水庫的水 而是直接用基隆河的川流水 所以請民眾不用擔心 新山水庫興建於1980年 已經有40年的歷史 水庫建底畫面首度曝光 意外成了新景點 不過隨著蓄水不斷上升 水庫又將恢復常見的原貌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道